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 我们今天这一期的短讲 是要提醒弟兄姐妹们 千万不可以离开真道 那首先我们要讨论一下 什么是真道 真道就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所传给我们的 那些被记在圣经上的道 神国的道 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 所要做的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要为我们献上赎罪祭 成为我们的俗价 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要把这个真道传在地上 传给他的门徒 传给许多听他道的人 那么这些事情都被基督在圣经上面 基督教在两千年之间 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 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在于圣经上面 我们基督教有很多人 就是要保卫这个圣经的真实性 可靠性 不至于造假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相信 基督在圣经上的话 就是我们的主要告诉我们的 这就是真道 这个真道非常的宝贵 因为不但是主从天上带下来 传给我们的 而且我们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当中 许多人士也付出这个心血 甚至牺牲的代价来保守这个真道 所以我们真的要遵循这个真道 除非你觉得这个真道是没有用的 这个正是现在地上很多的问题 许多的教会呢 许多的牧者开始用心理学啦 用鼓励的方式啦 用其他的例子啊 就是引导人生的领导的方式 然后他们 他们开始的用意也许是好的 但是渐渐渐渐的 有的些教会就开始脱离真道 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目前世上的教会 讲真道的多吗 还是讲这种其他的方式多呢 许多牧者啊 他们告诉我们说 神要给我们的是平安 是给我们的保守 是神要赐给我们的丰盛 以及神的爱 这些都是有的 但是那不是道里面的全部 如果我们光光是讲说 平安啦 保守啦 丰盛跟爱啦 如果不讲悔改啦 重生啦 顺服以及圣洁的话 如果不讲这些的话呢 那这个道就是不完全的道 不是全辈的福音 保罗说我们要传全辈的福音 保罗甚至在加拉太书 有这样讲 他说一章八节 如果像你们所传的福音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甚至上升到被咒诅的层面 那什么叫做不同呢 我们只讲圣经里讲过 然后但是呢 我们对圣经里所讲的东西 有所挑选 我们挑选那些好的 那些其他的就不讲 那这样是不是还是跟保罗说 传的相同呢 不 如果是这样 那就是跟保罗说传的不同 一定是要全辈的福音 一定是要平衡 按照神所启示给我们的 然后来传讲 尤其在上周 我们讲一个关于重生的话题以后 这个话题原本是基于某些教会 是这样做的 但是在同一时间 我就看到YouTube上也有人 用同一 又再开始讲解约翰福音 那我就看他的第三章 果然就没有讲到什么 真的是重生 然后相反的 他就告诉你说 你在灵里面是主耶稣基督 那你就是重生的 这就是证明 这个是证明吗 如果在罗马时代 基督徒被迫害的时候 这个可能就是证明 因为你是反潮流而行 就是在这个 你要忍受这个迫害 你要认主耶稣基督 在这个灵里面 这是真的 应该只有重生的人才办得到 但是当世界上 有许多许多的人 为了平安 为了得祝福 为了得丰盛 而认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这个时候 认主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就分不出来 这个到底是重生 还是没有重生 因为都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还是如我们 所一向强调的 我们传讲的道 一定要根据圣经 不但是要根据 圣经里面的原来的意思 而且在圣经里面 所传讲的各部分 你不可以偏颇 你不可以有的多讲 有的少讲 谁己意 甚至有的完全说 这些事情太难做到了 太痛苦了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要讲 那这样的话 虽然这些讲的事情 都是真的 但是它整个道来讲 就不是真道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现在所看到的情况是 世界上真正能讲真道 能够按照圣经 完整的 全辈的教导的 越来越少了 而所缺少的 正是我们最需要的部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今天有幸 能够看到这个 短讲的话 那你是有福的 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更是依靠圣经 以及圣灵的带领 让我们更能明白 上帝的心意 并且是要顺服 祂的心意 来真正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那我们今天这短讲 就讲到这边 也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我们下周再见